队员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nd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会以一个案例的形式来带入我们之前针对数据库的一些增三查改的操作 OK,那么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实现的案例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的一个聊天界面 那这里面有查看历史记录以及回复接收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聊天内容的一个显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实现的功能 你比如如果打开,点击聊天记录呢 这里面是我之前的聊天记录,我可以呢进行查看 那同样的,我在这里面如果想写一些内容 你比如,我写Welcome,然后我们选中是回复的话 那么这个Welcome都从这里面进行显示 如果我要显示的是一个接收的话 那同样,它就会在我们前面进行显示 比如,我点击发送 那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内容呢,是可以向上进行推进的 那这样的一个列表情绪呢 它其实是一个ListView的呈现 那我们这样的话是来模拟一个聊天的一个页面 当然真正接收的时候 我们数据应该是从服务器推送过来的一些内容 然后在我们这块内容进行显示 首先,我们看这案例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要想实现,比如我们之前点击 这一块有一个查看更多的时候 如果我点击这一块内容呢 它有一个查看历史记录 那查看历史记录呢 我能把之前保存在数据库当中的这些历史记录呢 全部拿出来 好,首先 我们肯定要用数据库进行保存 所以呢,我们要设计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消息字段 你比如这些消息 我们是用什么进行保存的 就可能会在我们数据库当中去开辟一张表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案例的形式呢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 首先第一个 我们使用的是CircleLite数据库 保存数据 第二点呢 我们实现数据的分页显示 当然这里面的分页呢 是我们点击最上方这里面有一个更多数据 我们呢 可以让它实现 每次查询五条数据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聊天对话框 我也是点击查看更多 来显示之前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实现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这个是模拟实现我们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主要是显示在不同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消息发送呢 是在右边进行显示 消息的接收呢 是从左边 我们把这个案例呢 做成保存到我们聊天数据库的一些内容 好 根据这个案例呢 我们来推测一下数据库当中会有哪些字段 首先我们设计数据库Message 这个呢正好就是我之前给大家留的一个作业 我说让你设计Message数据 设计Message表 存储里面的一些数据 对吧 在Message表当中呢 我们可能给它添加ID字段 除了ID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添加内容 比如我们就叫做Message 同样呢 这个Message 它有几种类型呢 我们有显示在左方的 表示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也有显示在我们右方的 表示我们发送的数据 所以我呢 就整体给它写一个 并且给定Type类型 这样的话 我们用来区别不同类型的Message信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 每条信息其实都有大家探紧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 我们再给它存入一个Time之段 OK 如果我们这样去设计数据库呢 我们可以来到代码当中 把这个数据库的鉴表语句呢 给它写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类 比如咱们接下来要实现的一个类 我们把它叫做MessageActivity 那么我们让它关联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呢 我们先去呈现Activity跟Message 那它肯定会在我们当前 IIS layout当中存在的一个产面文件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写上这个产面 比如呢 我们就先写出来这个布局 暂时不做任何操作 那么回到我们当前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把它设置为首先进行显示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面已经注册了对应的Activity 并且给它关联了入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写一些工具类 你比如我们会在这个EQ当中 我呢继续建一个MyOpenHyper 比如我们写个类叫做MessageDBHyper 同样我们让它继承自CircleLightOpenHyper 那么自然而然它要实现里面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Uncreate和Unupgrade 这个呢咱们就不再表述了 好 我们给它实现对应的构造方法 好 依照我们之前的一些惯例呢 我们只需要传一个上下文对象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些字段呢 都可以给它写成一个定值 比如我们叫做MessageMessage.db 那同样的Factory呢 我们设定为空 当前的Washim版本为1 Uncreate的方法呢 我们写一些创建表的一些语句 比如我们给定 StreetLightOpenHypercle呢 我们创建当前的一个Message表 CreatableMessage 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些约束 比如-ID Intender IntenderPrimaryKey 并且我们定义资争长 AutoIncrement 跟上我们Message Test文本类型 Type呢我们定义成Int类型 以及我们给它加的一个时间 Time我们定义成Long类型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Circle语句 那我们想要执行这个Circle呢 我们使用DB.excuseCircle 我们填让咱们当前的一个Circle语句即可 好 那这就是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DB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首先签建我们的数据库 并且依次执行Uncreate方法 来执行我们创建表的一个语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设计一下公共类 那么在这个公共类当中呢 我们也定一个DAO 比如我们叫做MessageDO 好 在这个DAO当中呢 我们去写一下 因为在我们之前写过的案例 我们这个工具类呢 一般会操作我们的数据库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库的方法呢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比如这里面我们要封装 分页显示的方法 那除了分页显示 我们看到我们的案例 它肯定会有一些查询的方法 那这个查询呢 有可能是分页查询 也有可能我们要查询总条数 来做一些匹配 同样我们点击一些内容 进行发送的时候呢 其实是向我们数据库当中 去插入一些字段 所以它这里面 肯定还有我们当前 要进行添加的方法 那首先今天呢 我们先把这个添加的方法呢 先给大家拿一下 做到我们先把一些数据呢 填充到数据库当中 Public void add 那么它的add字段呢 分别都是一个一个的Message字段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Message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Message呢 Android OS包下面有一个 所以呢我们要给自己的消息实体呢 也来创建一个消息的实体类 比如我们就叫做Message 好在这个Message当中 我们有哪些字段 刚刚已经收到了 Intense类型的ID一个 Stream类型的Message一个 以及Intel类型的Type一个 并且这个Type呢 我们指定一下 我们用于区分回复和接收 我们0 表示回复 1呢我们代表接收 那么同样我们要定义一个 Long类型的Time字段 OK 有了这么多字段呢 我们分别提供他们对应的 get set的方法 Generate get on the set 我们全部选中 那同样我再提供一个构造方法 比如我们出了ID 我们把剩下的三个都选中 OK Message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提供的 就可以是一个Message 我们创建了当前的一个Message信息 好我们就叫做Message 那么在这个ID的方法当中呢 我们怎么去进行操作处理呢 首先我们要拿到Message DB 首先我们要拿到SurferLite 数据固定项 所以我们Message DBHeper呢 我肯定要拿一下 比如我们就叫DBHeper 那么这里面呢 它需要一个上下文对象 那我们就把这个上下文对象呢 作为一个变量 直接来写入 比如我们这里面 存在一个上下文 然后呢 我们给它添加对应的构造方法 然后呢 我们是以构造方法的形式来进行传入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拿到当前的上下文对象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获取对应的数据固定项 所以我们就使用DBHeper 咱们获取一个get readable database 接收一下 比如我们就叫DB对象 OK 我们的参入呢 就可以使用数据库自带的方法 比如我们DB.Insert 去插入哪张表 好 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填上咱们当前这个表名 比如我们就叫做Message 同样 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填充空值 那么第三个ContentValues呢 我们要封装一些数据 比如我们几个字段 就叫做Values OK 那么我们在上边 肯定要有ContentValues 好 我们保存一些数据呢 这些数据都是从我们当前Message字段当中拿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把里面的内容呢 来给大家拿一下 看下我们调用Pool的方法 首先填入哪个字段呢 比如我们填入的是Message字段 那么它拿到的信息是什么呢 是我们Message 调用它的get Message OK 除了Message呢 我们还有Time Type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把Time和Type呢 都拿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Insert方法去插入数据库 那么大家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回顾以前的一个知识点 既然我们已经操作完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B对象呢 给它Close掉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DB调用它的Close方法 进行关闭数据库的操作 谈下当前我们这个DBHeper呢 也可以调用方法进行关闭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我们当前 内存泄漏的一些问题 少数据量的内存泄漏呢 不会带来影响 但是长时间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Insert方法 我们已经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当前的tc当中 我们插入几条数据 做一下测试 比如我呢 就直接让数据库一运行呢 就直接插入一些数据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拿出来当前DAO对象 比如我们就叫做DAO 然后在下方呢 我对它进行一下数据库 那么传入的上下对象 我就可以用this直接来代替 然后呢 我们调用 DAO我们封装的add方法 去扔一个一个的message对象 首先呢 我先给大家扔上两条message 咱们只做一下测试 好 我们创建messagem 就等于new一个message 那么填充里面的信息 比如你好 那这个浪类型的time呢 我们可以拿一下 当前的一个系统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new一个data 当前的一个时间点 咱们再调用gettime 拿到当前时刻的一个浪类型表述 并且第三个time值呢 我们给定为1 那我们在之前写这个message字段呢 1是代表接收的 也就是说我们接收到一个 你好的信息 回到message字段当中 我们db add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add进去一个m对象 好 我把这条数据呢 也给大家重新写一下 比如我们叫做m1 这里面我们来一个 谢谢 同样呢 这个字段我们代表0 我们也把这个m1呢 插进数据库 如果我们数据库当中存在这两条信息 表示我们这个参入的数据呢 是完整的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 OK 我们运行在当前模拟器上 好 大家模拟器虽然没有呈现一些内容 是因为我们当前这个activity go message呢 我并没有让它呈现页面 咱们只是运行了里面的两行代码 好 我们直接把数据库打开 好 比如大家咱们打开data data 找到我们当前这一包 好 我们点击开database 把里面的message db呢 我们给它导出 并且呢我们在circlelight export当中呢 我导入一下这个数据库 好 大家看一下message cc 这里面确实有我们刚刚存在的一些内容 OK 这个谢谢虽然打错了 但是我们还是准确的来成熟进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咱们数据的一个插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后续的课程当中 会给大家把这个数据 显示在我们前排这个页面当中 虽然我们今天并没有做显示 当然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在数据库当中去保存数据 那么离我们显示呢 也就不远了 今天大家可以发现 我为了大家观看方便呢 拿了一个分辨率比较小的480x800的一个模拟器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看到这个效果呢 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到效果呢 就稍微偏大一点 这个呢也是之前 我用一个720x1280分辨率的时候 大家看起来这个字体还是偏小的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本集课当中给大家说的一个数据库操作 其实那是我们之前操作的一个总结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留一个小的练习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想在页面当中显示 那怎么样显示不同的消息 位于不同的位置呢 这个位置呢 正好就是我们当前点击查看历史记录 大家可以发现 我呢 回复的消息显示在右边 接收的消息呢 我们显示在左边 大家很明白这是一个list view 那我怎么样又把这个list view给它设计出来呢 这个作为大家的一个思考问题 我们会在下期课的案例当中呢 给大家来回答一下 OK 欢迎大家观看本集课程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好 好